然後就是一開始是因為糖尿病的併發症所引起的 然後白血球也過高 所以在一開始非常的緊張 而且他跟上一次他住院的那次糖尿病是測的那個糖尿病的指數6 他這次到8 上次6是昏迷 可是這次8他是吐不舒服 然後又沒跟我講他本來是想說想要在我演唱會前 他都不跟我講喔 然後等見面完了之後再跟我說 你這麼忙你媽媽住院你都不知道 他想要故意用這個方式來頂我 我就問我媽媽那你在哪 我媽媽就說我現在在就一開始結巴了 我說那你請旁邊的朋友聽 我就說我媽在哪裡 他說好啦媽媽在醫院 就被我這樣套出來了 我就說好我回去就回去了 然後一圍到門口他的朋友就說不要罵喔 不要罵喔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狀況好很多 一開始是因為糖尿病的併發症所引起的 然後白血球也過高 所以在一開始非常的緊張 而且他跟上一次住院的那次糖尿病 是測的糖尿病的指數6 這次是到8 所以就是要一直打抗生素 然後去還有做一些調理的東西 去讓他整個變得穩定 還要打那個什麼引導術 雖然他那個點數到8 跟上一次6的感覺是不一樣 上次6是昏迷 可是這次8他是吐不舒服 然後又沒跟我講 他本來是想說想要在我演唱會前 他都不跟我講喔 然後等見面完了之後再跟我說 你這麼忙你媽媽住院都不知道 他想要故意用這個方式來頂我 因為他我每天都會跟我媽媽講電話 我就覺得他第一天第二天 他騙我三天 第四天真的是 我一直覺得他聲音怪怪的 因為他的作息我很清楚 你12點就睡了有點奇怪 他想要避開我的一些話題 然後有一天我就問他說 欸你媽你在哪 我現在回基隆 我說啊我不在基隆啊 我說那你在哪 有電視聲音耶 那我以為我媽媽去跟朋友去淨香團 然後我說那你在哪裡屏東喔 還是哪裡 然後就旁邊就有人說 沒有啦沒有沒有 就故意裝出一部很吵雜的環境這樣 我就問我媽媽那你在哪 我媽媽就說啊我現在在在在在 就一開始結巴了 我說那你請旁邊的朋友聽 我就說我媽在哪裡 他說啊好啦媽媽在醫院 就被我這樣套出來了 我就說好我回去 幫我就回去了 然後一圍到門口他的朋友就說 不要罵喔 不要罵喔 你們家都是報喜不報憂的這種 然後我說我不會罵喔 就是不要讓我擔心 我覺得媽媽也是好意 不想讓我分心在準備演唱會的排練 現在吃很多 他前兩三天我關心的時候 他都沒什麼吃 然後後來就吃了很多 然後昨天吃 哇他這幾天吃的滿好的 吃了日式韓式泰式 對對對 就蠻開心看到這樣吃我覺得就很開心了 醫生有說他這一次出院可能體重會掉到3到4公斤 可是看他這樣吃好像不太會掉 其實我到了那個醫院門口 我有停在那個門口站了一會兒 因為那個太多的經過爸爸的都同一家醫院嘛 然後媽媽又從住那邊住過兩次 就覺得怎麼老是都在這個地方 我不希望我回基隆的每一次都是要到這個地方 我覺得那個感覺會不好受 但就是要笑啦 就是不要讓他覺得我也在擔心 但其實兩邊都在擔心彼此的心情 媽媽看到我也是笑 我看到媽媽也是笑 看到這樣當然會心感對 嗨 大家好我是武動 謝忻乃哥我是許乃琳 我是台灣熊西歐巴桑 田美鳳 我是蔡康永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S 我們是浩角翔琪 哈囉大家好我是亞倫 祝福3D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你今天要祝福3D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福3D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恭喜3D新聞網 十周年十全十美生日快樂 在這邊要祝福3D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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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每一個人都能言善告 祝三立新聞網十周年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十周年了 好快喔 生日快樂 鎖定我們娛樂新聞APP 更多的憲哥就在這裡